大家好,我是美味小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山西的蒜苔过油肉的做法 肉质鲜嫩,营养好吃,不油腻,特别的好吃下饭 下面来给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泡个木耳,往碗里加入十几个干木耳 然后加入热水,泡发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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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加入葱姜进去 再加点陈醋进去翻炒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和酱油翻炒 炒出香味后加入木耳和蒜苔进去翻炒 加少量的水进去 把蒜苔炒熟后再加入盐炒味 再加点水淀粉勾芡 炒完后加点鸡精 再加少许的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咱们这个蒜苔过油肉就做好了 这道菜对我印象最深刻呢是在山西这边的酒席上吃到的 跟我以往吃过的任何蒜苔炒肉味道都不太一样 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 看上去这道菜里面是用了里脊肉 但是做出来的肉片一点都不老 是那种鲜嫩的口感 再搭配了蒜苔和木耳一起炒 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特别的好吃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